各位网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看《心灵鸡汤之路加呼音》研读 我是苏维尔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路加呼音的讯息 我们去到路加呼音第四章38节至44节 题目叫做《抗野之旅》 或者我们首先看看这一段圣经的经文 路加呼音第四章38节至44节 耶稣出了会堂,最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恶母害热病十早 有人为他求耶稣 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 已就退了 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 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哭了说 你是神的义子 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抗野地方 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 不要他离开他们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亦必须再变成全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愿是为此 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国会堂传道 记得很多年前了,我有机会和教会班弟兄姊妹 去参加这个圣地旅行团 其中一个的旅程,就要夜登西乃山 我们一点多就起身,站在乐陀登上西乃山的山顶 去到山顶的时候,看到日出 并且一同在山顶的山峰有黎明崇拜 想起来就回味无穷 后来我们再从西乃山出发 穿过犹大抗野,回到加利利 犹大抗野是练绵不绝,光脱脱的山 穿草不生,一片荒凉 就想起,以色列人称这个抗野叫做大而可谓 以色列的地理形势非常有趣 从耶路山去到耶利哥 车程不够一个钟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练绵不绝的犹大抗野 犹大人呢,犹太人就称这个叫Nageth 意思就是南方 提起这个犹大抗野呢 我就想起很多这些的历史故事 波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西乃山 因为维会了神的生意 以至不能够进入加南美地 就在这个大而可谓的抗野 流淡了四十年之口 我们路经这个抗野的时候 我们各个的团友都二口同声说 哇,假如之下我们是晓日出埃及的 以色列人其中的一份子 我想我们都极有可能和我们一起 向神抱怨了 何解呢 那里缺水 缺粮 天气又热 一头当空 环境非常的恶劣 但四十年来 神却是不断的供应 玛拿作为天良 又从盆石里面流出泉水 给他们用 我又想到以利亚 她为了逃避耶稀别的追杀 走到荷烈山 荷烈山就是西乃山 她在抗野走了四十天才走到 我又想到大卫 当她被素罗追杀的时候 她走到游大抗野 在隐基底的洞里面过着流亡的生活 这个洞穴的生活真的不容易 但在这个时候 大卫又写了不少洞人的诗篇 到新约时代 我们又听到 从抗野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就是耶稣的先锋 施洗约翰的呼声 她是预备主的道 修复他的路的先锋 我也都想到耶稣 她没出道的时候 声明就带领她去到抗野 禁食祷告 后来被魔鬼引诱 试探 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 她的明星开始大吵 但是她却退到抗野里面 祷告 所以任何一个人读圣经 都不会很难发觉到 抗野原来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 一方面她仗在一个极恶劣的环境 大而可为 寸草不生 荒凉恐怖 事实上 这个是没有人居住被人遗弃的地方 但是她是神为她的伯人所预备的避难所 以利亚大卫也都曾经凄身于此 啟示六十语章一至六节更加告诉你 当大红奴要迫害那个妇人的时候 神就将她带到这个避难所 就是这个抗野之地方 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 也都遇到不少抗野之旅 我所谓抗野之旅 是指我们所经历艰难的日子 好像在犹大抗野一样 一片荒凉 非常艰辛 在抗野里面 你找不到支活 你找不到律师 你找不到人帮手 那里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什么都没有 有的只有你孤零零的一个人 但是反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向神求告 我们会更加亲近神 就因为这样而故 我们就蒙神的保守 所以抗野之旅是很有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是非常艰难的日子 同时我们又发觉是经历神的保守 眷顾和恩典 昔日以色列人于事 在抗野里面 他们看到玛拿的降落 泉水的涌上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训练营 那个training camp 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这一段圣经 又是关于抗野 我们看看这个时间的背景 三十八节至四十一节 耶稣出了会堂 尽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恶母 害疫病甚重 有人为他求耶稣 耶稣站在他旁边 施责那疫病 疫就退了 他立起来服侍他们 任何的时候 凡有病人的 不论害什么病 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 医好他们 人有鬼从好死人身上出来 哭了说 你是神的义子耶稣 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三十七节告诉你 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 哇 耶稣 好像一个名声 发出明亮的光 当时已经名声大噪了 耶稣刚刚和会堂出来 进到西门的家 西门的家在加巴龙 他的老家是白菜达 是 《药幸福音》第一章四十四字 我这样告诉你 老家更加告诉你 当时西门的恶母 患了疫病 而且是重症 老家是一位医生 他用了一个医学的名词 来形容西门恶母的病 希腊文叫 Sunechomene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希腊词 中文叫做热病 英文叫做 High Grade Fever 这个动词 是Sunecho Sunecho 是Sunechomene Present Passive Particible 意思是患上了高烧的病 这个字在西门的圣经出现了十二次 希腊文就认为有两类的疫病 一个是微烧 Low Grade Fever 一个是高烧 High Grade Fever 老家在这里告诉你 他患了一个高烧的病 非常辛苦 有趣的地方 我们看看耶稣如何医治他 骚言看来 他就好像赶鬼一样 斥责那只发烧鬼 将他赶出来 就医好了这个女人 事实上 在三十五节 当耶稣赶鬼的时候 他同样是斥责那鬼 将他赶出来 所以就有些灵因霸的信徒 就用这些圣经来支持他看法 所有的病都是鬼父的病 有病的时候 就因为斥令作祟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看医生 而需要去赶鬼 因为所有病都是斥令搞鬼的 你赶走 驱走这些污鬼的时候 病就得以传遇了 这种说法不单止不合乎科学法 也不合乎圣经 也太武断 因为我们看一看斥责这个字 我们就会明白到 这个不是路加的意思 斥责这个字 epitimesen 这个字在路加福音 整本路加福里面 出现十二次 其中三次是斥责那些鬼 将来说出 有七次是斥责那些门徒 和其他人 一次是斥责蜂和浪 换句话来说 斥责这个字 那重点不是在乎斥责那些病的鬼 这里的重点是说明耶稣的权柄 耶稣医治的方法不是斥责那些父 在彼得岳母的发烧鬼 而路加这样的描述 是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耶稣是一个没有权柄的人 作为医生的路加 他要强调一件事 耶稣不止其他人的医生 靠一些仪器 药物来医病 所以能够医病 完全因为他拥有这种权柄和能力 以致可以治病 赶鬼平静风浪 重点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 而不是说耶稣当这个病是有鬼附的 然后就驱走在飞也飞也 我们再来看看四十节至四十一节 四十节说 日落的时候 凡有病人的 不论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到他们各人身上 医治他们 四十一节又有鬼从好死人身上出来 你是神的义子 耶稣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这幅是一幅非常震撼的图画 马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 描绘得更加清楚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西门家的门前 诺家就告诉你这个正是天晚日落的时候 我们估计应该是星期六的黄昏 犹太人是在安息日去会堂的 换句话说这个应该是星期六 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日落起继 一直到星期六的日落为止 在安息日犹太人是不可以做工的 包括医病在内 但耶稣却刑在安息日的时间之内 根据三十五至三十八节 医好病人 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私人的环境当中 但去到四十至四十一节 这个是公共的环境 合成的人都聚在他的面前 他的门前求医治 对这些的病人来说 不过现在已经日落了 现在已经不是安息日了 所以就没有犯了安息日工作的顾忌了 对不少人来说 就算不是犯了安息日的事 这个都是一个很极大的挑战 你想想 你一个医生在你家门口千千万万的病人等着你求医 他们不是普通的病人 很大的需要有病 有被鬼附 大声伸淫 有人说哭叫 秩序当时一定很混乱 或者大多数人都会暂时回避 如果你的医生说 不要进去了 走 或者是派丑 叫他明天才来 公民力实在很大很大 但耶稣不是这么做 圣经怎样说 耶稣按手就是他们 各人身上自好他们 作为一个医生的奴家 他描写得特别细致 他说按手 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这件事 记载这件事的 没有用按手这些字 是唯独医生的奴家 耶稣怎样医治他呢 按手 按手 每一个人 各人 不是集体医治 是好过人性 好有人情味的 他不是每一个病征 而是每一个病人身上 的确这个是一个军动 整个城的台新闻 他们来到耶稣根治 不单止病得了医治 鬼被趕出 他们听到一个非常震撼的消息 这个就是神的乙子 是他们所期待的尼聪 这个不是空谈 是有正有据 有眼得见 有耳得听的事实 他一定名声大怅 对政客来说 这个应该是 乘性追击的时候 一举到万众的拥护 踏上甲练成功之路 这个不是耶稣 耶稣却退到抗野里去 我们看看42节 天亮的时候 耶稣出去走到抗野地方 众人去找他 盗了他那里 要留住他 不要他离开他们 这个所谓天亮的时候 就应该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 耶稣一早就去到抗野 我相信这里不是指尤大抗野 串草不生的地方 耶稣一早就来到这里祈祷了 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耶稣知道在明星大草之宅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他需要独处 安静 警醒 祷告 他要聆听父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 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似乎已经没有这些熟灵的操练功夫 但是耶稣一早就去到抗野土 但他不是经常在抗野 他仍然回去人堆 去到加利利 我们看看四十三至四十四节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又必须作别成全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 愿是为此 于是耶稣就加利利国会堂传道 告诉我 众人去找他 盗了他那里 要留住他 不要离开他们 我们会问 抗野这么大 为什么他们可以找到耶稣呢 我想唯一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个是耶稣的习惯 耶稣习惯 早上去到抗野某个地方祈祷 那些门徒和众人可以知道 所以就找到他 根据马尔波音的记载 以备得为首的门徒 就要求耶稣留在加伯龙墙 在那里 这个是他们的愿望 但耶稣拒绝的请求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奉猜 耶稣说 因我奉猜 原始为此 什么叫奉猜 奉猜 奉猜这个希腊文字 Apesthalen Apesthalen 就是被神所猜牌 耶稣不是因为人的赞赏 他留在那里 不是因为人的要求 他就离开了神颁布的使命给他 使徒这个字 就是被猜牌的意思 我们也是被猜牌 正如耶稣 中文字 全福音 要按照 全福音 全福音 是传递好的消息 这个消息 就是关于神的救恩 因为他的救恩的缘故 我们可以得出死 入生 有永生的盼望 于是耶稣就透过会堂这个平台 全福音 我们就应该 好像耶稣 以宣教为己任 无论得时 不得时 无要全道 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第二节 所给我们的信息 总括来说 抗野这个观念 在圣经是非常非常的突出 不少信心的英雄 都是经历过这个抗野之旅 在抗野之旅 寸草不生 生活关难 在那里 好像没什么支援系统 在那里 没什么特别你可以能够倚靠的地方 你就想到唯一可以倚靠 就是耶稣基督 抗野之旅 催逼我们回到神那里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资源 靠我们的智慧 今天 我们很多时候都经历这个抗野之旅 亦都疾病 亦都生活一些艰难 你发觉很多时候都不是你能够可以解决到 所有这些经历就吹逼我们去到永生神那里 靠我们 蒙恩惠得远述 不少的信徒 都有这个抗野的经历 抗野之旅 告诉我们 我见到神的恩典 好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继续和大家思想 罗家福音乐讯息 拜拜